上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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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挖出江子崖墓 墓中发现无数珍奇异宝无人赶到 就算有人进入墓室也是有去无回 直接被墓室中各种暗门机关陷入其中 而当专家挖开墓门时 发现了无数盗墓贼的遗憾 死状十分诡异 那此墓到底有什么玄机之处呢 就当专家打开墓室后 一样法器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可把在场人员惊出一身冷汗 难道这就是江子崖贴身宝贝 而周边的村民也是惊呼 这就是江子崖贴身法器 它才是让盗墓贼闻风丧胆 有来无回的秘密 感兴趣的老铁不妨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江子崖大约是公元前1015年 江姓 吕氏 自子崖 浩飞雄 生于1156年 足于公元前1017年 瘦于139岁 可以说江子崖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最初他本是在昭哥宰杀牛羊困讨生活的小商贩 直到50岁 直到50岁还没讨到老婆 只因在渭水河畔直沟钓鱼 才被周文王发现他的奇特之处 不仅给周文王建立了800年监食基业 还给自己留下建功安邦的好名声 他就是手握大神鞭 云游四海的江泰功旅上 他帮助周文王攻克了商朝 最后被周文王封地祈求 建立了奇国 最终江子崖于周朝都成搞经去世 但在河南的一个小山村 专家在古墓中挖掘出一件样式法器的玉佩 专家吃惊了起来 难道这件就是江子崖用来上打神将 吓扫凡人的打神鞭 据历史记载 江子崖是河南人 也有人说他是安徽人 这一次在河南锅庄出土了一座大墓 墓中出土的器皿如果真是江子崖的法器 那么就能证明他是河南人 自从发现了江子崖的墓之后 就有几十个盗墓团伙前部后续地去偷盗 结果每一次进入都是有去无回 这也让古墓成为传说中最难到挖的墓地 甚至有人传言 江子崖当年直钩钓鱼的鱼竿 也一同埋葬在墓中 自从盗墓贼有去无回的传言被大家流传后 村里面的大人就告诫后人 千万不要盗墓 甚至连靠近古墓 都可能会把小命给搭进去 河南挖出江子崖墓 墓内藏有各种珍奇异宝 还遍布各种机关阵法 只要有人活动物进去墓室 基本都是有去无回 这让当地不少村民有想法去探宝也变得谨慎起来 要知道江子崖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那么历史上真的有江太公这号人物吗 在历史上记载的是 江子崖功高盖世 他出生在一个败落的贵族之家 从小出生贫寒 从小就要为生活四处奔波 七十岁还依然碌碌无为 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就已经放弃了拼搏的年纪 但这位江太公却不同了 在七十岁的时候还整天研究天文地理 均是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 终于有一天学有所成 但卑躬屈膝的性格又无法让自己引来更多的关注 所以就整天在渭水河畔直沟钓鱼 他的选择是让人来人往的行人记住自己 并不断跟行人讲解他的锤钓理念和心法 只在直中曲 不向曲中求 不畏金灵社 直钓王与猴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在渭河两岸引起了不小的口碑 当时的西伯侯姬昌也听闻此事 特意外出巡的此人 西伯侯姬昌上前跟姜子牙一交谈 果然发现姜子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于是就要请他去做自己的军师 不过姜子牙并没有立马同意 而是告诉周文王自己垂掉太久 双脚麻木不能行走的借口 要求姬昌亲自背自己一程才肯跟姬昌回去 求贤若渴的姬昌二话不说 拉起上背 背上将太大功就走 一口气竟然走了八百步 结果停下休息的时候 姜太公就说了一句 今日您背我八百步 日后我保周朝江山八百年 于是就有了文王拉车八百步 周朝天下八百年的说法 姬昌回头一想 开始应该多背几步 姜子牙死后 在唐宋之前历代皇帝尊他为兵家鼻祖武圣 甚至李世民都自称是姜子牙的化身 当然这位全智全能的人物到了元朝更是演变成了神 在电视封神演义当中 姜子牙变成了接管封神大任的判官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就是在姜子牙封神的时候 最后一个位置当然是玉皇大帝了 这个位置原本是要留给自己坐的 但身边几个能臣问道 这个位置谁来坐 姜子牙不好明说自己坐 就说自然有人坐 但就在这个时候 身边一个有人想都不想赶紧坐了上去 原来这个人姓张明有人 姜子牙一看气傻了 心想你张有人算什么东西 你再坐一个位置 我等会坐房梁上 肯定比你高 并诅咒玉帝难道女昌 当然玉帝的家门的确很多不幸 不是女仙思凡下进 就是男的迷恋红尘 那你觉得是这样吗 河南挖出姜子牙墓 墓内宝藏万千却无人问津 当专家挖开墓室的那一刻 旌旗也是一个接一个 大家都知道 古墓大多都是用夯土回田 但河南出土的姜子牙墓 并不是夯土 而是大面积的流沙堆积而成 为什么姜子牙的墓会用细沙堆积而成呢 这不仅让考古专家不解 他们带着疑惑不断向古墓下面探索 终于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 下面传来了咚咚的声音 难道这就是古人常用的防盗墓吗 墓地分为六层 第一层是由细沙堆积 而第二层则是乱石层 第三次蒙顶石 第四层贴顶石 第五层蓝腰石 第六层卧底石 只要有不怕死的盗墓贼 敢轻易挖掘江子牙的墓 那么上面的石块以及沙粒 就会蜂拥而至 直接将盗墓贼砸死在墓室外 所以说在河南发现江子牙的墓葬 依然保存完好 虽说在地下深埋三千多年 完好程度也是世界之最 相信在考古人员的精心准备中 一定可以挖出精美的陪葬品 果不其然 墓室内出土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鼎